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那股真力似乎与我冲突 无法被我吸收 反而是要将我吞噬 或许古南都 是让我们先分析着真力河流的结构 是只不与我等发生冲突后 才能进进吸收 事实 怎么有这般文艺的真力结构 好古怪 就是现在 吸收 好阴冷的力量 不过总算能吸收了 我的雷霆血脉 才敢造这股战略 这司徒圣 在第一关 就只能领悟到第二个时事 没想到在这关 居然连一丝真力结构都无法失忆 圣儿 这神秘大殿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在里面获得了什么传承 回战老 神秘大殿内还需要进行考核 可惜我都失败了 还有考核 那你总不至于一无所获吧 回战老 其实 这是我得到了一本 地阶中等的秘籍 什么 走 我们马上来 无空门的人怎么走了 无空门大殿老极为狡诈 这么早离去定有原因 必是那司徒圣得了什么宝物 定是如此 咱们要不要追上去 你想和无空门开战吗 那难道 就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 就算有宝物 那司徒圣第一个被传送出来 得到的定然最差 剩下其他人得到的 必然更好 也对 接受传承的十二人中 有六人是五国之人 到时 这是 功法图 出九星身地军外 即便前世 我都不曾见过 这般可怕的功法图 难道是凌驾在天界之上的功法 看看能不能修炼 激活了 我族先被设下的考核 竟真被那秦臣激活了 我族强者们在远古时代 设下的计划 终于要实现了 不 现在不能高兴得太早 第三层的功法无比重要 前两层都只是为第三层做准备而已 绝非普通人能够完成 现在 就看此人究竟能走到哪一步了 奇怪 人体复杂 云含奥秘宝藏 因此 能延伸出各种功法秘籍 但功法本身 都是基于人体肉身 可是面前这功法 怎么和正常人体 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里如果有秘文之术的话 居然可以解决 难怪第一层是让我们领红秘文记住 原来是用在这个地方 不行了 地界中的 玄风不灭 离 风云魔刀绝 事不宜迟 我们趁早离开